《紅色政權》在其蠢惡僵化、死要面子的本性之配下 會在東升西港的幻覺中刀剋逆施 令世界執蒙 共產黨政權習慣於彰顯自己高大上 從來不肯示弱 而是被國際社會鎮護圍堵 它就如要歇斯抵理 戰爭叫囂 軍事威脅著台灣以及南海周邊 甚至直接強勢軍事威脅美國 令中美走向不可逆轉的難戰深淵 這樣號稱軍艦騷量世界第一 自開實現了什麼突破 美軍科納 美國猛奈等等的中共 有沒有能在台海拆槍走過鐘 打贏美國呢? 美國的軍事實力究竟如何?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關注新冷智能室 我是宇棠 今天我們要和大家報告 美國究竟有什麼實力來主導這個世界秩序 並捍衛世界的自由民主和和平 目前在俄乌戰爭局勢逆轉 擊戰正合之際 在世界另一段 中共一般又一波掀起台海 南海的緊張 愛媒說 習政正極備戰 魔鬼就統治了我們世界一書自信 通過一帶一路 中共企圖打造出一個自己的經濟圈和勢力範圍 黎康克甚至取代美國 貨幣用人民幣 信用於中共的支付系統 通訊採用中國鋪設的網絡和製造的手機 包括5G技術 交通用的是中國高鐵 建立一套以中國製造為核心的 獨立於目前西方標準的中共標準 2002年初 俄乌戰爭前陣 普京防中 告知習近平他準備進攻烏克蘭 這下刺激到了習的興奮點 習應定東升西港 中國崛起歷史大小的契機獨立 他是專制政權 有戰勝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優勢 他們暗中約定 普京從歐洲肉手 中共在台海造勢呼應 那一刻 中俄成為身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親密機友 中共聲稱中俄無禁區 無上限 無止境的合作關係 誰能猜到 人算不如天算 號稱軍事實力全球第二的大鱷 被不起眼的小烏 吊彈的敗仗驅現 中共政權錯誤地低估了美國為首的 自由社會的制度潛力 3月習近平訪我 習握著普京的手 說 八年不月的變革正在到來 我們共同來推動 保重親密的朋友 看來習近平不察應挑戰美國 取代之的迷夢一直沒有過面 於是 世界看到了一年多來 搬出鵝烏戰爭 中共對俄羅斯名裏暗裏的支持和淡湖 荒謬戰略言論 軍機 軍艦對台灣步步緊迫 歸西造勢端 兵風直指美軍 明白這一點 你就能理解中共一年多來的內內外外 種種人無法理解的怪誕舉動的背後動機 今日 習近平忽然發現自己內外教群 陷入了自己挖掘的不可營主的冷戰陷阱 告毀要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 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蟹浪的重大考驗 顯示出他深深的焦慮 華爾街日報自春 習近平的極端口號開始覆蓋地方層面 從沿海大都市上海到內陸的湖南省 莫切都在積極備戰以應對極端情況 中共國師金冊榮表示習近平一再預警的極端情況 意味著戰爭的危險 總統的象顯示 習近平政府正在為衝突做準備 人們不禁要問 一旦發生不慘 美軍對中共的勝算究竟有多大 美國保護台灣承諾究竟有多大的安全係數 美軍的實力到底有多強大呢? 美國這個歷史並不悠久的移民國家 它在崛起充滿全期 一靜以來 美國的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一 每年的軍費預算保持著世界第一 近幾年中共國一年大約2,900億美元 而美國達到8,000多億美元 幾乎就是世界前10名軍事強國的總獲 美國海軍或者數量不算最多 但是在性能和配置上 美國海軍絕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 在其國內陸海空三軍中 美國海軍依然是最強大的兵種 它是職責為負責管理所有與海軍有關的事務 配備、訓練和武裝一致 有能力贏得戰爭 阻止入侵和保證海域自由的海軍作戰部隊 從州人員來說 美國海軍有336,978名現役人員 和101583名預備役人員 是美國武裝力量的第三大軍種 直至2023年 海軍擁有三百多隻軍艦 總等位500萬噸 衛軍世界第一 有超過4000架飛機 主要包括SH-60海鷹直升機及FA-18大王封戰機 戰力超過大多數國家的正規空軍 美國憲法呼籲美國國會 配備及保持海軍的權力 是美國海軍建立的基石 美國海軍的前身 是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建立的大陸海軍 美國海軍登上世界舞台 是在20世紀 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從歐洲戰場到太平洋戰場 從珍珠港事件 到日本在密蘇利號戰艦上簽署投降書 美國海軍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隨後的冷戰中 美國海軍優勢為美國對蘇聯進行核威懾 和全球對抗的重要力量 21世紀 美國海軍在全球 例如東亞、南歐、現在中東等地 都有著相當規模的部署 並有能力將力量投射到全球沿海地區 參與和平維護和區域戰爭 在美國外交和防禦偵察中 扮演積極的角色 雖然冷戰後 艦車和軍績人員有所減少 但美國海軍依然在技術發展方面上投入舉知 美國加現役海軍艦艦艦的數量 位於世界第二 僅似中國海軍 而艦載機部隊 甚至比多數國家的空軍重戰略 須有世界第二空軍的美語 自從美國海軍組建以來 在世界各地陸續參與的大小戰爭和突發事件 至少有兩百多起 佔美軍全部戰役的三分之二以上 如果加藏近幾十年的戰爭 那真是打遍天下無敵手 美國海軍有九大組織部分 美國海軍艦隊司令部 太平洋艦隊 美國海軍中央司令部 美國海軍歐洲非洲 美國海軍南方司令部 美國艦隊忙碌司令部 美國海軍預備部隊 美國海軍特種作戰司令部 作戰測試及評估部隊 因此美國海軍共有七支艦隊 分別是第二艦隊、第三艦隊、第四艦隊、第五艦隊、第六艦隊、第七艦隊以及第十艦隊 除了第四艦隊 有一名兩星少將指揮外 其餘艦隊加入三星中將指揮 其中三五七艦隊 遞屬於美國太平洋艦隊 第六艦隊遞屬於美國海軍大西洋艦隊 第四艦隊遞屬於美國海軍或方司令部 現在世界中有21隻航母 美國佔了11隻 而且全部都是核動力航母 包括10隻厘米之級和一隻福特級航母 滿載排水量達到10萬噸以上 而福特級航母達到11.2萬噸 這11隻核動力航母分別配置有11個航母戰鬥群 在戰線一個充分展開的核動力航母戰鬥群 分布範圍積極廣闊 大多以航母為核心擺開戰鬥隊役 形成內外防禦圈 內層防禦圈的艦隻之間 雙距航母約18.5公里 內層防禦圈的艦隻之間 雙距航母約92公里 而配屬的水下攻擊型核潛艇 即是潛出120公里或近遠 一隻航母標配700格核艦載戰機 控制範圍半徑大約在450公里 而預警機 加能在450公里半徑上 再探測至少650公里遠的目標 所以差算下來 一個航母打擊群其核心防禦圈為450公里 其最大打擊圈則達到1000公里以上 也就是說 一個航母打擊群核心防禦圈的圈面積 為50多萬平方公里 在這個範圍內 屬於美國海軍的絕對控制區 不允許有任何敵方空中水面 以及水下目標存在 最大打擊圈的圈面積 即是300萬平方公里以上 這也就是說僅僅只需要一個航母戰鬥核 周日輕鬆抗衡、匹敵 甚至擊敗一個中等軍事強國的海軍 由此可見美國海軍的恐怖實力 在其他國家無法匹敵的 而中共的三隻航母 其中第一隻阿格良號廉價靠治瓦蘭 年限已經30年 另外兩台是東拼死州的防製品 機率含量很低 而且都是柴電動力 更說不上什麼核動力了 美國海軍是立體全方位大擊群 裝備著全球最強潛艇部隊 而且全部都是核動力潛艇 目前總共有70多隻現役核潛艇 其中 俄克俄級核動力彈道導彈潛艇18隻 哥倫比亞級核動力彈道導彈潛艇 預計杯子12隻 核動力攻擊核潛艇中 現役洛杉磯級27隻 海洛級3隻 法吉利亞級31隻 另有4隻俄克俄級改裝型巡航導彈核潛艇 均屬於世界先進水平的第三代 第四代核潛艇 在30年前 美國已經告別了上規潛艇 而且大中小號核動力俱全 大家要知道 上規潛艇在綜合性能上 和核潛艇的差距遠處 因此 不要看中共國在潛艇數量上 和美國海軍差不多 但是總體性能和技術水平 和美國差的不是一升半點 美國海軍還配置約100隻 就是潛艇作戰系統的單翼水面艦艇 數量只有其他國家艦艇的總數更多 而且都是萬噸級單翼盾艇 它的垂直發射單元 遠超世界各種盾艇 處於世界頂級水平 此外 兩棲艦艇艇數量 遠超其他國家海軍 美利堅級共3隻 不用多久 增加8隻 黃鋒級現役7隻 現在在敦艇方面 甚至比其他國家的中小型航空母艦還要大 截至2023年 美國在至少80個國家內 擁有近760個基地 實際數據可能會更高 因為五個大樓並沒有公開所有數據 日本擁有120個現役基地 是世界上設有美軍基地最多的國家 其次是德國的119個 和韓國的73個 美國軍事基地主要分為兩類 大億基地 免值超過4公頃或價值超過1000萬美元的軍事設施 這些基地通常部署著超過200名美國軍事人員 共有440個美國海外基地屬於這類別 小型基地 這類基地的面積少於4公頃或價值低於1000萬美元 其中包括合作安全據點和前方核動地點 其餘40%的美國海外基地屬於這類別 美國的基地共佈住近17.3萬名士兵 和美軍基地一樣 卻有美軍數量最多國家分別是日本、德國和韓國 美國海軍遍佈全球的軍事基地 直接將全球劃分了六大作戰區為 遠不是在國內劃分戰區的國家所比擬 再加上美國海軍強大的補級艦隊 擁有幾十隻大億綜合補級艦 當然補級艦總噸位就超過150萬噸 能夠為全球各地的美國海軍作戰部隊 提供後期補級 除此之外 美國海軍封住的戰艦噸位 亦是大得驚人 暫時封存了數量眾多的推型航母、軍艦及核潛艇 至少包合了30隻驅造艦、幾十隻巡洋艦、四隻航母 一堂戰事需要,稍作修復和翻身即可啟用 就足夠輕鬆武裝出資強大的大國海軍 發揮出相當恐怖的戰力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你們的點贊留言 除了能量本節目被推薦港全外 當然是我們團隊能量的來源 鼓勵我們做出更好的節目來回歸大家的後愛 希望大家繼續給我們支持鼓勵 同時也不要忘記超級感謝功能 多謝,我們下支節目再見